一 二 三 六 一 二 三 五 三 五 三 五 三 国教署长以及部落领袖共同揭牌 宣告Vusan文化试验小学正式在台东图版成立 未来学校课程规划将以当地文化特色 艺术人文及自然生态为教育核心 让学生能从排湾族文化教育中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 透过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教育 最主要是我们要给孩子有所谓的一种 三品的一个未来的人生 就是他注重他有品德 在生活上他是有品味的 做事是有品质的 校长强调Vusan在排湾族语里 是部落领袖的代称之外 也象征继承 种旨 传承的意义在里面 学校以Vusan为名 就是希望透过教育方式的改变 培育出排湾族未来的继承人 而当地族人也对文化试验小学 表示支持与肯定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多了解 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 小孩子现在在学 他回家还可以告诉我们 然后那个国因素呢 我觉得是 是如果不要差太远都OK啦 我知道很多原住民的家长 对我们实验教育充满了质疑 在这一次我们前辈的 就是别令校长所带的 这个补马学校 跟这个屏东的地摩尔的学校 在透过这个文化的教学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原住民的孩子的学历的提升 那是很吓人的 尤其那个成绩的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更确认 其实只有回到了解自己的文化以后 透过自己的文化 成为你学习的音家 才能更强势的去学会 我们所谓的主流的东西 我期待的 校长表示 土板Vusan文化实验小学 是以排文组为主的原住民小学 也是实验三法实施之后 台东县第一所文化实验小学 未来将透过原住民为本的学校 总体课程营造理念 以学历提升文化扎根 以及语言附证三大目标为教育主轴 不只延续族群文化 也希望培育更多教育人才 让族群文化教育 能落实在每个族群当中 记者文件给大家办 台东达人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